we're not in this computer 嗯嗯 你大家被我关了吗 没有在这 我印象里我 我印象里 去年我写的这五份呢 有一份 写的不是很彻底 我记得有一个DTM 应该是 有一个 嗯 Bobber这个一起讲过好像 Bobber的birthday很简单 这一道怎么这么长呢 是一个 是个Yale process 对 Yale process 这是16年的final 进来的人是possom rate 出去的人呢 人越多 每个人都是independent leave 所以 death rate是占比于目前system里面的人数的 每一个是individual rate 对 对 你看看下分值啊 写一下lambda 没有是占三分 然后这个 占七分的是self这个limiting probability 这是个yale process 依然可以找到一个数据啊 依然可以找到一个数据啊 就是用detail balance也好 用balance equation也好 能找到所有 limiting state的proportion的比例关系 所有人都可以把比例穿到p0那边去 嗯 eo process 我们课上自己讲的eo process是什么 这里是一道eo process的 起题啊 这个题目挺 不能说是麻烦 再看看这里 dk个系统有k个人的proportion 和第0个人的比比例呢 这上面全是6 下面是2比4比6比8比10这样的 你可以提炼出那些2的次方 变成 一个factorial 对于我 这里处理完之后呢 所有人和p0的关系是3的k字方p0 乘以k的factorial 4pk 当这个k很大很大很大的时候 这个term是特别小的 然后again所有人加起来是1 也就是p0会等于1 除以这个所有人的sum 这个sum很经典 就是exponential portion sum 我换成了j 也没什么特别原因 就是突然sum with j 三的j 自广取j的factorial 这个得到是 也有process 也有process呢 其实可以用sampling来做 就是possom process里面的那个sampling 因为每一个人 他进入系统就是possom arrival 每一个独立个体 离开系统是一个 也是一个exponential time 所以是可以用sampling来做的 这个是手指板板 我切换到这个本来的电子板 这是同样的一道题目 pj bill process 既可以用 用burst test process那套体系公式来做 我们也可以用sampling来做 sampling这个知识点 首先需要一个arrival rate 是6 那个arrival rate 然后每个人的waiting time 那个waiting time x 在系统里等待的时间 我把这个 n counting waiting time x 也是一个exponential random variable 一个exponential random variable 它的cdf probability x 小于小于小于小x吧 你减去 你减去 你减去到负 1 rx sampling直接说 nt 它会是一个possom random variable with parameter mute mute 根据一个莫名其外的公式 直接等于我们的lambda tree 先是0到 0到t 再是probability 就是先是一个psds 在我们的lambda lambda 就是写一个psds 然后进一步呢 我们写的是1减去cdf 上面就是cdf t-s ds 就积分 如果这样写的话呢 对了这个cdf还是有有有条件的 就是只有x大于0的时候才取这个东西 x小于0的时候是0 cdf 想想该怎么取值 这次没有没有一个明确上显 因为只有x去到无穷的时候才正好是1 好 这个就是f 小xcdf 所以说 lambda 等于6 0到t t-s 我们 在积分s s一定是0到t之间的 所以t-s已经默认是大于0了 t-s已经默认大于0了 所以这个cdf肯定是取这个 这一次你看不需要分段 1减去1减去1的方法 t-s带进去 0到t 1 to the power 2 t-s d-s 我们想想看这个t是什么 t是一个固定的时刻 就是t秒以后 t 它也没什么单位 t年以后 t小时以后 系统里面的平均人数 系统里面的人数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nt 它会follow一个possom distribution 就是sampling直接告诉你它还是一个possom distribution 这个integration积分的话 因为它是s的积分 先把它比它无关的拿出来 比如说 e的-2t次方先把它复复了 0到t e的-2s次方 d-s 积分之后 6e的-2t 5分之1 e的-2s 0到t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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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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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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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这是一个平均指定是命题吗 在时间等于题到底有几个人吗 是random的 但平均指是这个 他问的是什么 是in the long run proportion 这里有个等价性 proportion呢就是nt等于几的那个pmf nt是 那个时刻有几个几个人 那个random variable 那in the long run 所以这个t就要去到无穷 前面的积分t都是fix number t去到无穷的时候呢 n无穷呢 他就会follow一个proportion distribution 谁呢 谁呢 t去到无穷的时候 3 n无穷等于0 n无穷等于1的概率呢 就是一个proportion probability 我在我自己的那个去年写 写题过程里面 按照题目要求 得把它formulate成burst test process来做 我们直接切入的是每一个等于几的那个pdf pmf 这个做法呢 直接看出 它就是一个proportion3random variable 你们自己再抽时间两种话比对一下 我们呢再来看这个3 是不是非常讲道理 平均 哦 单位时间在6个人 那当系统里面有3个人的时候 当系统里面有3个人的时候呢 离开的这个rate 也是6 是不是达到一种平衡 就平均啊 每分钟进来6个人 平均平均每分钟出去6个人 在你平均有3个人的时候 这是一个动态平衡 好 好 那我们再来练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嗯 但是differential equation会比较弱啊 好 好 现在我想讨论的是expected number at nt 嗯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它是proportion了 它就是mute 那我们先先不知道吗 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啊 然后这个expected number of people at time t 即为mt 这是我最后一节课讲的那个ode的那个 套路啊 m of t 等于 什么呢 它它会follow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m of t 就是平均下来人数的变化率 啊 变化率变化率 这个rate 那么这边就应该是它的变化率了 人数的变化率那就是 birth rate减去death rate 就那么简单birth rate减death rate birth rate 是6 death rate 是谁 啊 是应该是当前的系统人数 乘以mu 乘以那个奇迹目的2 当前系统有多少人呢 有多少人 有mt个人物 mt不一定是人数 因为它是个expectation 这是一个在数学215里面 简单的不能更简单的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where 一开始系统里没有人 initial value problem 你们就可以解除这个答案了 因为我们这mt就是mu小t的意思 在notation里面 pulse for mean 那这个我课上用的是 homogeneous和particular做法 这里我们还是用最快的是那个separation variable dmdt 等于2倍的 3-mt 所以 dm 除以3-m 等于2倍的dt 再次积分 我 也不是发现一个秘密啊 就是我才知道 303G27有一个professor 有一个讲师 他同时也在教215 所以他作业里面出了这么多 differential equation 哪怕前面还没有学到ctmc的时候 他要把differential equation的思路给你引进来 然后这个3-m的积分呢是 negative long 3-m的绝对值 注意 这个绝对值是要加的 先加再说 这边是2t 2t 加1t conc 那我们 2u 有个不成为的小诀窍吧 就是 initual value告诉你绝对值是怎么用的 就一直是怎么回事 这套体在 在t等于0的时候 m等于0 所以3-m的绝对值呢 就是3-m 3-m一开始是正的 这就一直是正的 那of course 我们先把 先把c给写出来 fool long 绝对Long3 c 所以说general solution 是Long 原括号3-m 等于2t再加上 Long3 最后的事情呢 就是把m给recover出来 两边先flip一下 Long3-m -2t加上Long3 两边在垫上exponential 3-m e to the power -2t 加Long3 3-m 等于 e to the power -2t e to the power Long3 就是3-e to the power -2t 所以m 等于3-m 3-e to the power -2t 怎么做都一样 跟这个是一样的 因为这 这个mu小t 和这个mt 是一个意思 完全一样 这里是一个exploitation 那里是一个possom parameter 只不正好possom 的那个main 就是 这是一个 you process 我接下来想做的是 一直记得 就是某一年的 看我也不是哪 我这边点一点 有一年最后一题 我卷子里面好好写出来 是一个 不好意思啊看着条件说一下 14年的winter 2 有一道题目呢是在考你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就是 握了一些奇奇怪怪的probability 这里我可以 我们可以用no memory来做 就是你no memory的话呢 你一定要确认大于的那些东西不是rent variable 我们有一节课是讲的 我们 不是有些课 就是最后一节整整规课呢是提到的 有的时候你不能查memoryless 然后这里是和一个第二小文是和一个uniform0到1互动啊 就是得用数学302的迹象去做一做 这道题 我也不知道scratch在哪里 x大于x x小于y 因为它exponential integration倒真不是今天今年的一个重点 这道题 没事儿 后面有些thinning merging那些 这道呢 see my other scratch so other scratch在哪 找不到 first test process 嗯是这道吗 ok 这道呢 嗯 题目大家自己读一读随便 那现在读一读题目 看看transition rate是什么 然后它的012呢 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状态 但其实 我本来先这么画的 在你们发现什么 发现就是一二二这件事没有互动的 所以你也可以当做一个birth test process 只是你换一下这个 indexe一样 只能解除了 我想找的不是这一份问题 那么这个是 这个see my other scratch 是啥意思 这我要不要自己做一下 我这和小孩过马路的题目很像 我这读一下这题目吧 如果 如果 有人 就是 人进来的rate 是poson lambda poson process lambda 如果在 他一直在卖票 有人来就卖 就卖给他 如果有一段时间 A分钟 没有人来卖 要收工 这跟小孩在路边数车是一样的 如果有一个时间间隔alpha 在时间间隔alpha之内 一直有车来 他就继续数 如果没有车来就走掉 所以这道题呢 我虽然这些是 但是你们就可以去看到小孩 我们在证课里面讲的 那个小孩的那个 在路边数车的题目就可以 141516 看了没有 没错 最后一个 一两年最后一个birth test 都是很简单的birth test 这个看我答案吧 sealing margin 这个是 Expensure server 讲的 那我一直想的那一段是 第三年呢 这边是有答案的 这也不看了 那是一二年的咯 这个也不看了 这里没有一二年 去哪 在这 对我记得最后的题 文件里我没有完全的写下来 行 我把这一年的所有相关的题目再 那 那 repeat一次 从第四大题开始呢 有一个 一个 branching process 然后是 是个bino 但这没什么 bino2 所以就是 一个或者两个小孩 然后正常做法 他 他只爱问这个 survive forever 那已经是形成固定套路了 我 所以我解采没有 c 吗 所以我根本没有踩的题目 就是继续管自己south offside 就是extinction probability 是这两个人的minimum extinction probability 这整套题目 我是在做a问了 然后1减去extinction 是survival probability 然后这是分类分类一下啊 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一开始有两个人 一开始有两个人 offstream 就是后一代的意思 那每一个后代呢 下一步又生两个 所以等于是我们不管 什么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有四个人在手上 之前history不用管 有四个人活着 这题没写 四个人活着 那么extinction probability 就应该是 所有人都extinct 是extinction probability 四字方 再被1减 就是至少有一株能存活下来 他就是brashpot run forever 这个也是经常抽的 ok merging thinning 以及conditional arrival 披萨订单的 mate是20 75%是 是昏的披萨 25%是 概率是素的披萨 一段时间15分钟 困难呢 一共有多少订单 是一个随机变量 random variable 是什么random variable possom rate 乘以这段时间 自己注意单位 20是 就是 这个lamban是hour 所以说 1%4分之1hour 所以平均 平均 平均来午餐 是个possom5 然后 您知道了 有6个订单 在这15分钟之间 来了 conditional arrival 问你 第14个订单 在7点到7点45之间 来的概率 我问一下 可能是从 他有时候从7点开始计时吗 我们讲说是从6点45分开始计时 6点45到7点来了6个订单 这已经是计程事实 问你第14个订单 在7点到7点45之间 哦 bushit 不是第14个订单 是14个订单 在7点到7点45之间 那么和 和这个计程式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因为这是一个destroy interval independent increment 6点3块到7点 7点到7点3块 来的人数是毫不大 还不相关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possom 15 因为15是20乘以45分钟 20periobl 乘以45分钟 7点到7点45分钟 就应该平均来15个人 拿的是4个人的possom 14 现在还是给我们一段时间 conditioned arrive 已经18个有18个订单 但那并不是问这18个订单的arrival time 不是conditioned arrive 是在这个地图上的问 哪几个 是vegetarian pizza 小于4 vegetarian fewer than 4的概率 啊 所以是 这个vegetarian pizza的数量 是个benomial 嗯 直接就是18个arrival 每个人 independently 1 4的概率 是vegetarian 所以是一个benomial 小于4 小于3 啊 这个是不可能让你计算的 有没有说 you may leave the your answer as expressions 这个 不会 什么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去算它吧 就列一列就好 嗯 还有第一位 那第一位是一个conditioned arrive 又是一个小时 来了四个人 继承试试 一段时间 一堆一堆人数啊 一个小时来的人数是随机的 但是已经告诉你 那四个人了 那么唯一能问的 这四个人 什么时候来的 是四个independent uniform 当你分得出 谁是谁的时候 啊 你说第一个人第二个人 那就 很复杂啊 就 大家翻译了一遍 所以就是 我问四个人都在前半小时来的概率 每一个人是在零到一小时之间均匀到达 所以每一个人 在前半小时到达的概率 都是二分之一 所以是一个uniform 长度之比就是概率之比 0到二分之一和零到一 啊 四个四分之一四方 还有地步 还有地步 难度和题号无关啊 七点以后 会再来一些 那七点之前是猫的都无所谓 来多少个是是肉的还是素的都无所谓 又来了两个 嗯 连续来两个 嗯 meat pizza 可以结果两个thinning之后的竞争吗 下一个pd是混还是素的 说说来无所谓 反正概率是四分之三是混 是混的 然后memoryless 下一个时候他也做的就是四分之三 我应该是用两种理解啊 这是两种做法 啊这一种就是直接判断吗 根据题目信息 四分之三的概率是混的混的 两次 这里是拆成了N1和N2 然后两个thinning之后的pawesome process 再completion 这个横线已经是两种做法了 我很喜欢的题目 嗯 这是纯粹的pawesome process 我不太喜欢带异弓题 就是做这种 嗯 这是直接问你数学的 rate2 就是lambda2 前4秒 来了8个人 conditioned variable 问的是N4-N2是什么 大家慢慢想想 是2到4秒 的人数 2到4秒来5个人的概率 first of all 如果没有这condition 如果没有前4秒来8个人这condition 2到4秒来5个人的概率 就应该是一个pawesome random variable 好 那那pawesome mean是4 因为是2×2 是4 然后 在pawesome meaning等于4的情况下 具体等于5的概率 这也就是pawesome mean 所以题目直接变 变类变性质的吧 是百多米 以2秒作为分水嶺 8个人independent 八个uniform 从零到四 八个uniform 每个人都是均匀 在这个世界的 二人正好拉一个中间 我们正好要 又搬有五个人 所以是一个binomial 八选 八选五或者八选三的一个binomial 那我这里 写比较零性又像三又像五 因为都一样 那因为正好是拉在中间 所以这里不管是success success还是failure都是二分之一 所以二分之一大字法 下面这个题目呢 是也是比较难的conditional rival expectation 但我们有练过类似的题目 前三秒来了一个人的 基础上呢 第二秒到第四秒来了几个人 again 如果没有前三秒来一个人这个条件 第二秒到第四秒的平均人数就是4 expectation 那是一个partially的conditional arrival 来看一下啊 这个图的意思是我们问的是 二到四秒来的几个人 平均来几个人 当你知道0到三秒是来了一个人的时候 所以n4-n2和n3并不是independent的 因为n3指的是0到3的人数 n4-n2是2到4的人数是有重叠的 时间段有重叠的话 就不是independent的 就不是independent的 我送了 我要围绕 围绕这第一个arrival的人 到底是在0到2秒 还是在2到3秒做分类讨论 就那个人 这个人arrival time 已经是conditional arrival了 前三秒只来一个人了 他在前三秒之间是均匀概率到达的 所以长度之比就是概率之比 有三分之二的概率 他在0.2秒到达 在这个情况下呢 2到4秒的平均到达人数 是拆成了2到3秒的平均人数 加上3到4秒的平均人数 但是如果我第一个rival在0到2之间的话 2到3秒是不能有人来的 所以conditional on这个之后呢 2到3秒来的人数是没有人 在这个三分之二的概率之下 2到3秒平均不来人 3到4秒呢 走一个possom 3到4秒和n3等于1 就是独立信息了吧 3到3秒以后 平均来两个人 为什么是2呢 因为他是rate2 时间就是长度是1嘛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 还有三分之一的概率 还有三分之一的概率 第一个人呢 就在2到3秒之间来 所以这个exploitation呢 2到4秒exploitation 就是一个笃定的1 再加上一个平均之后的 啊 到底的核心就是 其实3到4秒平均一定是来两个人的 因为3到4秒一定是一disjoint的 关键就是那个唯一来的那个人 他在2到3秒之间 所以分类讨论吧 3分之2的概率平均来两个人 3分之1的概率 平均在2到4秒之间来三个人 一个exploitation 适合哪个问题啊 这个做一下吧 经典考 经典考 嗯 能考树吗 错了一下吧 截那个电子吧 可以是 over of h 的定义是你自己 as a function of h 除了除掉了 h 以后呢 在 h 趋近于0的时候 趋近于这个 ratio 趋近于 所以根号 h 是不是 over of h 吗 根号 h 出于 h 在 h 趋近于0的时候 在 h 趋近于0的时候 不大对 没有趋近于0 没有趋近于0 虫 所以你说根号 h 呢 就不是 over of h 因为它不是比 h 更小的无重小 再看看1的 h 次方 减1 h 平方次方 减1 除以 h 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用tator cv 一方面我们可以用 nobis rule 等价的 这要题可以用 nobis rule nobis 法则使用的条件是 就是当你在 varip 那个东西去 这个这个这个极限变量可以趋近于0 也可以趋近于无穷 如果趋近于0或者无穷之后呢 这个 ratio 处于一种很看不清楚的 无穷处于无穷的状态 或者0处于0的状态 我们说 type 就是无穷处于无穷或者0处于0 你就可以用 nobis rule 这里目前是一个0处于0对吧 在h等于0的时候 上面是0 下面是0 而且你看不清 谁是真正的 谁更小谁更大 所以lobis在说 你各自求导吧 各自求导看 下面就变成了1 上面有一个r h h e的 h平方 嗯这个看得清吗 或者现在是什么 现在 h 再趋近于0 是什么type呢 你还是 就看得清了 就是0 看似看不清 这是0 因为这是0 乘以1 我刚以为这是无穷的 它的比较也不是0乘以1 是0 所以说它是 所以 e的h平方 减1 之后呢 它是一个 比h更小的无穷小 或者 直接用taylor series 再次拿出模板 e的x次方等于1加x 再x平方 除以2的factorio 剩6 那么 e的h平方 次方减1呢 是1 加上h平方 加上h平方的平方的2的factorio 减1 当你把1减掉以后 起头下 是h平方 那 小6号你们写上 当你把它这个东西扩起来 再除以h 再让h去0的时候 就是很明确的0 这taylor series也可能帮你们的 加上最后一个h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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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直接上是1啊 h1 当然是1 0除0的地方直接约到1 1的话 是单单不行吧 你是要趋近于0的 还是finite 我自己也不记得 我记得是趋近于0 如果是finite number的话 只是说它跟h有一样的速率 不行不行的 必须趋近于0 等于finite number是不行的 就等于非0的常数是不行的 等于无穷当然是不行的 必须趋近于0 所以这个 不是 不是 这个是mmone吗 不是mmone 它是 是birth death process 我那天想 就是说 anyway 在另外一年看到我类色体 它 反正 进入系统的 这个出现的人数 是一个pulse on arrival 但不是说来一个人 就一定要进入系统 当你系统里人越多的时候 那个人出现以后 他真的决定进来的概率是 n加一分之一 所以真正的birth rate 不是lambda 而是lambda 再乘以概率 ctmc是个transition rate 是你决定发生一件事情 并且 走那个概率是吧 然后出去的人数 出去的频率是mue 这个process没有名字啊 这里应该是 我是不是写反了 应该是muen等于mue n等于123 我知道 mue等于mue 然后就是 就是在里 其实birth-death process 就是在练你的 series的基本功能 这一次呢 lambda 在 点mue不变 但是lambda 也是一直有倍数的嘛 就是不停的在叠这个factorio 所以这个long run proportion 是lambda属于mue的 不是二次方 k次方 p0的k的factorio 是个exponentialsum 所以反正做着做着 又是possum distribution 又是possum 对 我想做的是这个 行 这个是我们今天结尾 足够的15分钟 2012年的目前去发的 我去结个电子版图 是会 我去年写到我手机 我老得着 四个state的ctmc啊 而且不是birth-death process 单场趋势 单场趋势 一个人 单独照顾两台机器的情绪 machine1 machine2 每一个机器呢 它正常运转的时候的holding rate 是1 维修的 频率呢 维修的rate呢 是2 就修起来 还挺快的 嗯 但是我们这次只有一个维修员 所以当两台机器都坏掉的时候 它会优先去修 一号机器 嗯 所以这次有四个状态 特别并不是单纯的以 不能以 好掉的机器 就是 正正在运转的机器 或者正在breakdown 就是breakdown 机器的数量来作为简单的process 嗯 我们要分成 一号work二号down 和二号work一号down 所以一共有四种state 提不大人给你定好了啊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follower 先研究一下follower 零号state 所以是两个机器都正常运转的时候 下一件事情 有可能是一号机器坏掉 有可能是二号机器坏掉 所以下一件事情发生频率是holding rate 是minimum of他们两个时间坏掉啊 minimum of一号机器坏掉还是二号机器坏掉 每一个人坏掉的率 坏掉的那个人 rate是1 所以b0是2 但是他两个rate都是1 所以 p0 a p01 是1 但我们来看p01的意思是什么 不是这个1不是一号机器 而是一号状态 一号状态是 一号坏了 二号好 所以p01确实是 一号坏掉了 这两台都好的情况下 一号坏了 p02确实是 p01 probability是1分之1 rate是1 这个q q01会是1 这里不能是birth death process 因为他不是就是他不是birth death 不用muc lambda 就q01啊 q01应该是 v乘 就是holding rate 成为probability p02呢 一样 是1分之1 这 不知道2分之1怎么来的 应该是1除1加1 这样 那computation比出来的 嗯 然后q02呢 是1 所以0会去到两个state 分别是1 和2state transition rate分别是1 1 那我们再看看1出去的state 状态啊 在状态1这个情况下呢 就1号 shutdown 2号正常运转 下一件事情可能是 2号 也坏了 也可能是1号被修好了 所以v1 包含了 2号坏了 2号也坏了 1号修好了一起 是一个1加2 因为修好的rate是2 坏到一台是1 所以1加2 v1是3 嗯 那么1到0 是修好了 那因为0是两次正常运转 修好的rate是2 都坏了就变成两台都坏了 是状态3 是1 所以 q1 0是 2 q1 3 是1 这是因为有这种q1 3 这种transition 所以它不是 first dance process 目前你们还可以 我在图目前啊 勉强可以说还是first dance process 你可以摆成一字常设 但我们继续填 啊 这是probability 我就写一下吧 p10的概率啊 是三分之二 p0 p13的概率是三分之一 就这四个东西你先得到谁都无所谓啊 反正make sense就可以 然后再试看一下二状态 e working 二档的话呢其实一样的 e working 在二两台e working的还是三 要么 要么 2被修好了 rate是2 q r0的rate是2 q r3的rate 是1 p20 3分之2 q r3 3分之1 1 1 没事 2到3 画到目前啊 肯定不是birth death process 因为他不是一字常设 对了 就看一下三状态 两个机器都坏掉的时候 啊会修好某一台 所以要么去3 要么3去2 要么3去1 吗 嗯 这题目规则说的很清楚 两个都坏掉的时候 就是定定心心的去修一号机器 首先你只有一件事情啊 在三状态你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修一号机器 修好以后变成了e work 2 done 啊 所以是回到了 2好多 rate 是2 因为repair rate 是2 b3就是2 probability 3到2 是 百分之百 q32呢 也是 也是2 因为这一件事情 那个rate 到这里呢写出了 都是preparation 他上来就让你解这个balance equation 为什么啊 卧槽 这这道题目解balance equation 可没那么简单啊 我们来我们来巩固一下这个概念 intensity matrix 就是我们这个学习把它叫做intensity matrix q 他的数量啊 他的尺寸是跟state相关的 4x4 序号是0123 对角线 放的专门是负的rate 负2 负3 负3负2 非对角线全是transition rate 01 1 是 10是2 1没有到2的概率 123概率是1 rate是1 2 2到0 2到1 不存在 2到3 1 然后3只会到2 2到1不存在 然后3只会到2 Balance equation Balance equation Balance equation的例子是 我就随便说一个 嗯 state1的balance equation 那是 不是不是detail balance啊 是balance equation 这道题 这道题 我们没有什么 证据可以 立马说它是 time reversible 没法用detail balance 就不确定能不能用 只能用balance equation 1 所有进入1的 啊 流量等于出 离开1的流量 我们我们这么可能是pi 啊 所以是vepi1 是离开1的 那种流量吗 等于进入1的 进入1的呢 我们要走这个 column 好像进入1的 进入state1的很少 所以我就 我不拿1来去 拿0来去理吧 我想找一个丰富一点的 就互动丰富一点2吧 2state 2的balance equation呢 是q2 不 v2乘以pi2 等于 我们来看看进入1的 进入2状态的 0可以去2 所以是 transition rate0到1 先写一个q 0到2 q02乘以pi0 再加上3 也可以回到2 q32 pi3 引入具体的value 就会得到 b2 b2是 3乘以pi2 q02是 是 q02 是1 再加上2倍的pi3 那么 我们来想想 这里是ck equation ah forward equation 在在取极限的时候 大家记得这个吗 有一个等价定是piq 一个躺下的piq 是 等于0 我们呢 这道题我们写出来吗 开始pi0 pi1 pi2 pi3 乘以intensity matrix 等于0 等于0 会得到 我们或者是我们应该要得到4个 4个躺下来的0 00 来看一下第三个component 正是 2的 balance equation 这是为什么它的对比较先要取符号 嗯 嗯 intensity matrix 的妙用啊 对象先取个符号 那那可以用piq 等于0 来表达所有的balance equation 所以让我们take some patience 来解一解这个balance equation 嗯 我们从 1 这个线索吧 我发现 pi0和pi1 有一个三倍的关系 pi0等于三pi1 再来看一下 第一个式子是 第一个式子要用的话呢 是 2倍的pi0 等于 2倍的pi1 加上2倍的pi2 就-22嘛 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 这是0的in and out 0的out是1加1等于2 0的in是两个2 好没错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把所有人都 我得有个方向啊 所有人都in terms of shape 我这里试图让所有人都 in terms of pi0吧 所以pi1呢 是 pi0除以3 这里呢 是2pi0 先是把2约掉吧 就是pi0等于pi1加pi2 pi1是pi0除以3 所以pi2 也是 找到它和pi0的比例关系 好 那我们再利用一下我们 刚才那个example of balance equation 第三个 三倍的pi2 也就是 也就是2pi0 一定要耐心 所以pi3 等于pi0除以2 那最后大家还记得 我看看1和2是不是 pi1加pi2等于 最后一个信息告诉我 pi1加pi2 等于2pi3 啊对的 如果你用最后一个信息 口述一边 pi1 1倍的pi1加1倍的pi2等于 2倍的pi3 但是你发现已经对了呀 pi1 pi2等于2倍的pi3 写不出pi来 因为还有个条件没有用 所有的pi加起来 是1 pi0 pi1 pi2 pi3 1 那我已经把所有的 in terms of pi0了 pi1是3分之1pi0 pi2是3分之2pi0 pi3是2分之1 pi0 1 所以一共是5分之2 所以说pi0 等于 5分之2 pi1等于3分之1pi0 等于5分之12 pi2等于3分之2pi0 是 15分之2 15分之2 15分之4 pi3等于5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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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很多题目 它要么就是直接就是 breast test process 要么是变着法的对吧 那种来个三角形 那其实还是 你还可以掰成一个 breast test process 这个 就底面法式了 那么三角形的话 也可以不是breast test process 那其实我不知道 它是不是reversible 我们甚至可以来检查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检查 它是不是reversible 题目要求是 找到levity probability 这我们写完了 我觉得它不是reversible 如果你需要detail balance的话 比如说01和10之间 你来我往 那一做桥 相互上流量就要一样 胎0乘以Q01 等于5分之5 Q01是1 那就是2分之5 胎1乘以Q10 是15分之2 然后Q10是2 等于15分之4 它们并不equal 所以所以 所以not reversible 因为它不满足detail balance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这个系统 你觉得解解这个很复杂 你想用detail balance 会错的 因为它不满足detail balance detail balance可以简单的给我们找比例关系 特别简单 对吧 detail balance就0和1有比例关系 然后1和1和2和0也可以直接有比例关系 3和0也直接有比例关系 detail balance 你你到我我到你 科研脑解 但这里不行 not reversible 所以你只能 死做啊 就排去哪个零线 又从balance equation 死做 那还有一个更加啊 粗暴的方法 就是你solve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道题是四个state 我问大家 如果是要solve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有几个 function 有16个方式 p00 p13 p24什么的 就想都不用想啊 如果你不用balance equation 没有别的可以用 找到differential以后 你答应以后呢 再让 再让时间去到无穷 很多人全是exponential function 去定于0 你可以得到他们的constant 这几个 然后这题还有没有下一文 下一文应该是应用的 what proportion time is machine two down 这个分值分配的极其不合理 我认为呢 这个是占九分 这个只占一分 是吧 在在在那个 effort方面 那我还要再interpret一下 machine two down 是对于哪几个state farm state和三state 所以这个答案就应该是π2加π3 这怎么可能这道题值五分呢 那 大概只只有六个方程 哦 所以 嗯 我们也到了啊 明天也不讲 因为明天讲的话 大家也没空看了 嗯 整个学期就是真的确定 over了 讲不动了 嗯 没办法 有很多细节还是带不到 包括 嗯 当时 很细节的那些 什么second definition of personal process 严格的这些 backward forward secret equation的推导 gambless rule 那些模型 那些细节方面的推导 gambless rule 我还是讲的很 就是比较偏result 很多很 很theoretical的东西 实在是没空带到 我当时说 如果有空的话 如果 讲了 但后来没讲到 我忘了是哪个认识点了 是某一次作业的bonus吧 就是 解释都不解释了 太 我不记得实在不记得太早了 啊 还有一个细节是 会考的细节是 那个order statistics 我也是把最表面的结论 给大家萃取了出来啊 如果你care谁是谁的话 每个人都是uniform arrival time 如果你分不计分是谁 就是第一个人 知道一段时间来了八个人 来了十二个人 第一个人的到达时刻 第二个人到达时刻 是一个很复杂的 random variable的pdf 怎么积分的 我们有一道题目讲过 那个方大思路 那如果是问 exploitation的话 有窍门 exploitation的窍门 就是等分那个时间段 这个窍门 还是在我Google道具里面的 然后今天补上的一些一些小坑吧 就是 percess process呢 有很多 提醒还有 cdmc 这道 这道题是我心心念念的啊 终于在最后讲了一下 呃你说了什么 很可怕的话 我看看 就到这了 大家好运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